我們來看看現在各位已經有一個樓層了對不對 如果你想要第二個樓層、第三個樓層怎麼辦? 來,在這邊空白的地方就可以 或者是在那個叫做平面圖的地方都有 有沒有一個叫增加樓層 而且它還有比較特別一點喔 除了標準的這個功能 還有一個叫增加相同高層的樓層 這是什麼意思? 在台灣最簡單 用三個字表達叫做樓中樓 這樣了解了吧? 就是第二個就是樓中樓啦 所以有些人家裡面他會怎麼樣 比如說小朋友的他是那個床啊 他是放在上面有沒有 下面當書桌然後床就在上面啊 有沒有那一種的 類似那一種就可以像這樣做 好那我們先增加一般的樓層就在這邊 你也可以按右鍵也有 按右鍵有沒有空白的地方增加樓層 按了之後呢你就會發現 欸在上面這邊有沒有看到了 這就兩樓了 齁就有兩個樓層了 那當然有了兩個樓層你要再增加 就直接按這個加號就好 但是他比較特別一點 他是從樓層0開始 好所以你會覺得 欸0樓然後1樓2樓3樓 如果你覺得這個名稱這樣不太習慣了 沒關係點兩下 你可以這個我叫1樓 下面後面這個我叫2樓 點兩下就好了有沒有 這樣你就可以自己命名 好那我現在已經到2樓了喔 哇空無一物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們家樓層的規劃是一樣的 請問可不可以直接用複製的 當然可以啊 全部選起來 Ctrl加C 點到2樓 Ctrl加V 有沒有不小心2樓就好了 好 但是這樣很危險 小朋友來這邊會掉下去對不對 所以你自己要補起來 哈哈哈哈 這樣有沒有簡單 當然樓層沒有人規定說要一模一樣 所以你可以把這些 比如說我上面的樓層我可能是做 什麼臥室的啦 那你就可以把一些跟臥室相關的 是不是就可以把它放進來了 欸我就把這些不要的刪掉 而且樓上不會自己走出來掉下去嘛 請問啊樓梯怎麼辦 樓梯樓梯 快點吧 左邊有沒有一個樓梯的 好像有齁 點開 你們家樓梯喜歡用哪一種的 比較豪華型還是比較一般型的 你看還有這一種的 上面挖個洞的 都可以 如果你們家的空間夠的 你可以直接直通個樓梯 那你就看你要擺在哪裡 但是呢我要擺在哪一樓 擺在一樓嘛 對吧 擺在一樓衝上來 所以我從這邊找一個丟過來 好假設有樓梯在這邊好了齁 這裡 稍微再小一點 好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了 欸那樓上會怎麼辦 樓上要不要打洞 當然不用啊 他就自動把你弄好了 還有你打洞 有沒有這樣 真的可以走上來了 你要做扶手自己在做扶手 不過走過來這邊會撞到嘛 哈哈哈哈 所以要換一下方向 對不對 你就自己換一下方向 他其實都會自己打洞啦 好 那順便告訴各位一下喔 我們在這邊這樣做的時候 你有發現他通常靠近來的時候 就會自動吸過去嗎 有沒有 像我到這邊他自動吸過來 如果你要暫時取消的話 我們剛剛有一個快速鍵在這裡 在這邊 快速鍵 如果你只是暫時希望 他是要取消 我再對齊這個傢俱 或者是牆壁比較方便的話 這裡有一個暫時取消的 就是按住什麼 鍵盤上的Alt 如果你是MAKE的 按Command 這樣了解 OK齁 所以如果你希望說 欸我要做一點微調 你不要那麼自動幫我自動吸上去 按住Alt鍵 你就可以比較做細一點的微調 好 那以我這邊來講 這個樓梯的扶手方向不對 要變這樣 對不對 這樣才能夠上來 過來一點 這樣有沒有看到了 對吧齁 欸 再過來一點 好 這樣 這樣子會遇到那個問題 OK 這樣這樣上來 那你點到一樓的時候 二樓會自動消失 有沒有發現 會自動消失 因為他預設就是在 你點到那一層樓以下的 才會顯示出來 如果你希望 欸我點到不管點到哪一樓 全部的都會出現 可不可以 可以的 你可以在3D視圖這邊 在這邊空白的地方按右鍵 有沒有一個叫做 顯示所有樓層 因為預設是只有你選到那個樓層會出現 因為怕干擾到你 可是如果你覺得 欸我想要一起看 好 不管我在哪一個樓層 你可以把這個地方打開 有沒有這樣所有樓層 不管你在一樓 在二樓 有沒有全部都看得到 那你一定會有個疑問啊 為什麼我們家每次都只能從上面往下看 請問 可不可以 不要只有從上面往下看 可以的 你們去有些人家 有些人就喜歡這樣 來修改3D視圖 這個按右鍵喔 你可以這樣怎麼樣 牆壁先變透明一下嗎 有沒有看到牆壁的透明度 這種房子你應該管住吧 蛤 這個是實境節目才有的 哈哈 沒有開玩笑 這是說 我們有時候在編輯的過程裡面 這樣子我就不用老是怎麼樣 老是要打開這樣才能夠看啊 你是不是在這邊就可以直接看到了 這樣我們在安排東西的時候 會比較方便一點 好 但是呢 你輸出的時候呢 如果你是用最高品質 這個還是會變回原奶的 會變回原奶的實境的那些牆 好 這樣子他才有辦法把你計算出那些移民 這樣有沒有問題 好 所以 第二樓第三樓會不會蓋了